好 但你看到这一起纠纷 高雄 骑山区因为庙宇建教 全区都得如宿 连屠宰业务也都被劝导 转到美农进行 不过当中有一名鱼饭 却不愿意配合 坚持在如宿九天照卖鱼仙 让劝导的庙方人员是相当火大 双方火爆口角 险些演变成肢体冲突 骑山天后宫庙方人员大阵仗 站在渔饭前 劝阻不成双方火气都很大 高雄骑山天后宫 睽違48年后举行建教 这九天期间 庙方希望全区的民众吃素 市场里头也不要卖昏食 但这家批发渔饭 不理会劝导照常做生意来营业 庙方才会前往市场 希望店家不要再杀鱼卖鱼 但双方想法不同 毫无焦急 外面啊 对不对 生演出味道来 外面来啊 因为本身如果去山 有吃素食的人 他就会说买了嘛 个人的行为啊 我们去都跟他拜托哦 我们大家要去爱着 你们都没有人跟我们说 怎么怎么这样啊 建教室地方盛事 但每个人的信仰理念不尽相同 享用群众或是高压强制的手段 恐怕只会引发反效果 会지努正见不清 Sans 杀 herd